三个答案给你选 你选得出来吗 选不出来吗 我当然选得出来 来 你先来告诉我 来来 我的答案 愚人的问题 智者无法回答 就是这句话 点燃苗博雅跟柯文哲 连日来的核四战火 几天下来 也给了前时代力量议员们 炮打柯文哲的机会 台北市员林颖梦率先在脸书发文 炮打柯文哲 面对质疑 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高雄市员黄杰随后跟上 怒皮柯文哲 没有担当更没有理念 无党籍议员炮火一波比一波猛烈 纷纷加入打柯行列 高雄的空污议题 或是治安的议题 黄杰他花了多大的力气 去打陈其迈市长呢 那反而是在柯文哲市长这边 可核四的一个议题 他却是花了一个这么大的力气 他该不会变成是要第二个王浩宇 变成全国的不分区议员吗 是不是政治工作者 只要是台湾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 这样的指控也是很可惜啦 面对外界质疑否认到底 赞总统蔡英文从去年八月底 宣布开放莱猪进口 点燃国人食安怒火后 又陷入藻礁争议 旱灾大缺水导致民怨爆棚 日前更发生台铁太鲁格号 重大伤亡惨剧 执政党忙着消除民怨 武党及议员火力全开 围堵柯文哲 难道是为了换取未来合作空间 用这样的政治行动来解读 都有点过度了 因为他作为一个首长 却没有办法对自己首都的能源政策负责 这其实是会让人很失望的 几天的时候有一个聚餐 那聚餐之后呢 就很奇妙那个时间点 就变成是苗波亚他先发动攻击 然后后续上几位的他的好朋友们议员 也开始围上来 毕竟武党及议员退出实力之前 就被视为力挺蔡政府的小绿 现在集中火力炮打柯文哲 是唯科旧蔡 争取2022年选举合作空间 还是监督市政 留给外界想象空间 欢迎新闻林维 凯琳 静廷 烙品君 台北高雄报导